看看大渣哥 澳牛说加价 但仍然大排长龙 有些人说未必帮衬 去到60元一个快速茶餐 但亦是做游客 占比有四五成 所以仍然没了 不知是加租的压力 还是见到可以有利可途加一成 来看看大渣哥这边上次也报过 再跟进一点 最近他说急升了 升了200% 即是一倍两倍 升多了两倍 其实很容易增了200% 因为你本身也没有客户 你本身可能只有10% 突然间连续爆几转台 即是200% 而且我们上次也暴露了欠租 又说我差一元都没有欠过那些员工 只是欠地产商而已 很多网民说是否想形成了地产霸权的风向 不知他周转如何 声称如果我交得回租 他是奈我不何的 但原来重点就是 两个人 两夫妻 蔡强榮 大渣哥创办人和老婆 前港者冠冠谈小环 原来被人拍到在多伦多 不是拍到他们的发图片 原来在多伦多在摊雪糕 那些人看在眼里就有些讨论 这家大渣哥最终的神话会幻灭 的确多一些人吃 有时香港也挺容易的 那些舆论你懂得做就很容易 就能炒到的 很容易炒得起 都是那个 noise 是黄道 但是他承认生意都差了两年 年多两年了 他说自从通关之后 是更加差 所以最现实的 你玩那些什么颜色概念 那些话之理 就是完了热潮也是自己 是第一的 永远所有人类一定是自私的 顾好自己 或者好听些就是 我自己也未顾得好 我顾你 就是没有那些 当时一个情感的思维 就是一个情感行先 但是很容易就理性 人就是情感和理性不断交战 例如你买一样东西 你很多时候买错东西 就是因为你情感机能 有些人都盖过了理智 有时清醒 哎呀 理智又判断到买错东西 或者吃东西有时也是 但是始终你吃东西 没有办法 你是不好吃或者好吃 日久就能分辨 但是似乎 就我观察 香港人又真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又无谓学一下李龙基 这么辣到香港人 好像对享受的要求 不知道是否高还是低 在香港 或者是否懂得如何享受 你不一定要吃贵东西 你不一定要吃餐餐米之年 你去发掘一些小食 小店 当然啦 现在少之又少 除了年月日 一直流转 那些小店只会少一间 就少一间 原来小店 别以为 譬如拍食评 这段时间也说了几集 你食评找到一间隐世小食 隐世小店 真是真隐世小店 现在要加个真字在前面 你帮他介绍 分钟未必是好的 他旺了一场 甚至吸引到传媒去报 羊毛又回到羊身上 业主加你租 那就更吃力不讨好 他做多了东西 先违租 所以做的那些东西 就是帮业主打工 有时小店介绍 可能多了人来吃 但是对店主 往往更坏 有时很多潜在东西 我们永远不知道 他继续说没有拖欠过 员工 但这次说得好些 员工也要养家 供应商也要面对不同困难 所以我们选择 员工与供应商优先 这是他一直说的 还是听了我的影片 然后再近期补答 我看到余一有一条Q&A 这么搞笑 好像又修改了一点 不知了 我免费教授他 请我吃餐 不过我没有空来吃 一直以来直到今天 一元都没有欠过他们 我开玩笑 吃一餐 哪有空来吃 然后就说 近日的生意急升200% 经理回报 这些不知道 不知道是口述还是什么 始终他说你就先听着 当然他这样说 也有个效果 不管你100% 200%还是300% 总之急升 那些人是不是好了 那些人因此又会去吃 也就是没有的 我们永远不要想负面 咦? 多了人知道 有个大渣哥 我们上次都胆粗粗的 这些影片 平均过往的经验 这类影片 我想是二三千 我的频道 上次有万多 好像已经过了一万 又有一万 我点击 无端端知道 你当有七成知道 又是一间大渣哥 可能里面七成又有 三成是在九龙湾 或者一成 没那么多 那又是一笔数 正面看 永远有危有机 说真的 最好笑的是 去了多伦多 咬雪糕 我还以为自己在香港 30分钟看到十几位非常友善的美女 迎面跟我说一句 渣哥加油 这些是公关贴文 明显就是 放心没事 多谢 渣哥 几十岁人 感上天花见怪不怪 雪中送炭 好像催泪蛋 炸到五藏六虎都翻腾 又提出催泪蛋 渣哥强装轻松 其实已经眼濕濕了 感谢大家沿途有你 我们并不孤单 就无言感激 但是他也是说 如果交得回租 没有事 交不回租 就当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唯有提早结业 完成历史任务 你看他开口埋口 都是自自朱姬 很多大家听惯的语句 很多口号 那些情感的词遇 很厉害 不简单 这个大渣哥 又感谢食客 无论香港也好 多伦多也好 渣哥、渣嫂都充心对大家感谢 谭小华变了渣嫂 前港者冠军 也不知道 我们不报也不知道 谭小华 搞茶餐厅 其实很大的 那些网络 谁知道吗 大渣哥 你以为你很出名 每餐都爆门 你去问吧 你去问 香港人 你去去元朗问 看看有没有 在澳牛门口 问一下 有没有人知道大渣哥 做个问条 怎么也好 我们下去看看大渣哥 跟他也是茶餐厅 就是澳牛 经典的茶餐厅 这间澳牛 不知道大家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吃 我也不记得了 可能十年前 好像有几个人 不知道哪个就说 好像有个游客朋友 经过那头就说 好像这里有一家澳牛 我们说你比我们更熟 好像前面 前面进去 就不知道吃了一些 那个叫壮奶 大家没有人吃了一碗 不知道什么 那时候不用排队 一进去就有位 那时候不是那么疯 我想十年前 现在又说 催你 又说不准拍摄 又不准想 不知道很多 花边东西的这间 那些伙计又是 不知道会慢点 骂你还是怎么样 很多这些连登传闻 那就是说 光速餐 就是这个澳牛特色 包括茶餐 52 加到8 哇 加6元 多过一成 很厉害的 58 早餐和快餐 43 加到48 又是加一成 一成一 接近一成一 夸张 不知道租金有没有被加 如果没有被加 就是看准 现在 逆市 就是向前 再加多一成 再多一成 或者可能食材 都各种加价 其实 记者 2日 去了看 门口 原来都有人排长龙 就说 一到 多达20多人 相当夸张 你当 两个人一组单位 即是十多组人 有些香港的食客 表示 都有吃开 但如果要60元 就先想过 日后可能会吃少一点 不过 有些台湾旅客 就说 没所谓 原来 澳牛 在当地 网评是很高的 包括台湾 以至韩国 有些人都务名而去 甚至大陆 香港人 就没有什么特别 等于 哪间哪间 日本拉面很厉害 日本本土 哪间哪间拉面很厉害 但可能你跟地胆 日本人说 这些拉面 是游客生意 这些是游客 每个人都在看食评 旅游指南 那些做游客 以至 香港有一间茶餐厅 叫 不知什么圆 一来我不记得 二来也不必开名 我无数个 无论是台湾朋友 内地朋友 外国朋友 忘记了 离亲都问 有间什么圆 很有名的 我就笑了 为什么我知道背景会笑呢 以前还没有youtube 我常常去书局看书 什么书都会揭 揭一下旅游 讲香港有什么好吃 以前没有youtube 现在看就看youtube 以前那些旅游书 我揭很多本都有讲 那个什么圆 什么丝蜜奶茶 什么什么 第一次听我笑了 我没有为意第一次听 我说 你看那些旅游杂志书 讲的 是啊 很多人都出名 然后 自此之后 每当有人说 我都说 你是不是看旅游杂志 讲的 每次都是 笑了 其实那家旅游杂志 因为他不停在旅游书本卖广告 那些外地游客 经常看到那些书本 香港有一间这样的特色东西 其实又是marketing 真的笑了 香港人不会吃那些 其实吃了都是内地客 所以这间奥牛 其实有一定比例是做游客的 我认为四成是来自游客生意 游客当然很差 60多元 他那些都是基本 一个 一个尖蛋一块包 不知道还有没有餐肉店 一份通粉 你在楼下吃 但现在楼下吃都可能42元 快餐店就38元 出到60元 没有什么吃过 两口扒完 不知道吃了什么 如果大吃那些 就是两口扒完 就完成了 然后有些人 喜欢吃炒蛋和炖奶 每次出到佐敦都要试一试 反而出得去 比较想吃意粉 汤意粉 叉烧汤意粉 是挺够的 意粉加那个 因为其实你是吃通粉 还是意粉 还是米粉 茶餐很少配通粉 或者吃公仔面 其实讲究之处 就是你搭配什么菜 尤其是车仔面也是 如果你的菜越多 或者你那些菜 比较不是杂杂 或者它有些重量 例如你有一块炸猪扒 你扎在一碗面上 它又不准备一碟放 那你就要试乎 去吃刚才说的哪一种面底 会有很大影响 因为你那些面泡得久 你没法食材和面平衡地分配地吃 那些面慢慢泡久了 就会不同了 很多讲究 如果吃过茶餐 其实也是说真的 每次出来 有些人说 去到六字头 都是有些却步的 本地客人就觉得 尴尬一点 60元 另外有些人就没所谓 有些人就说 因为他觉得奥牛的性价比也挺高 那些本地粉丝又觉得有好又不好 有些人就说 如果这个价钱 可能试试其他店铺 但是台湾和韩国的一个访问者 就说 在网上看到奥牛是必食的 例如香港必食餐厅之一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圆 就是 以前圆祖就是大家会看 那些旅游杂志 旅游书本 得知有间这样的东西 就是卖斯密奶茶 就是想着嘴笑 那间产厅不是卖斯密奶茶 或者说真的 他说得好像只有他有 好笑 就是我说的那间 但是很多人都知道 是必食还必食 但是就说那个翻却率太高了 可能未必吃得那么安乐 有些人就说 有些人就说 也是知道的 但是无疑就是香港特色餐厅之一 所以加了价仍然都会来的 变了一个朝圣之地 厉害 有个韩国的金先生都说 经常在社交平台看到这间店 都是好评价 甚至有些韩国的同胞 都是去那里试的 试完都说大赞的 所以他就一心来香港都会专程去试的 真是厉害 真是厉害 尤其是以前有个做厨的 即是开店的 它是厨又开店的 就说有个心得就是 你不知道那些店是怎样的 你怎样去判断 入不进去呢 很简单 你看一看 装一装里面的食客 如果你一看 大部分都是似游客 那你就不要进去吃了 因为那些摆明做游客生意 那你就知道什么事了 无论茶餐厅 无论是小菜那些 也就是了 你再走远一点 近廟街那一头 或者以前很多咖喱 那几条街 你看到有些 全部台台都是游客 如果你一看 大部分游客 你不要试了 留点位置给游客慢慢吃 相反 如果你看上去 像是地胆居多 街坊 上班族 或者平日午餐 是学生歌 那些 你看上去 地胆多 好像会稳固些 当然我戴上头盔了 香港吃东西七成机会中伏 比较少了 但是你有些基础去看 也比较容易 你看一下 里面的地胆 街坊 长期食客 你当然也看下 隔局 它卖什么 价钱 是吧 看不看得到 门口 有时会看到水吧 或者那些 煮面的当 里面的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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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会有水吧 总之自己看下 判断 能否进去 但是肯定的事情 就是地胆不一定代表得 吃惯就没什么所谓 但是如果里面是游客居多 你就想过先 真的又是那句 留一些机会给游客吃 人家特意远地来吃 留个位置给他 不要跟他排队争 今集来到先 有什么想法呢 下面留言 记住帮我们按订阅支持下方 多谢收看